不過呢 南來北往的國道服務區 卻遲遲還沒有實施相關的措施 記者實際走訪服務區 不只內部的員工不知道要實聯制 收到通知之後 才急忙印出相關的表格 要給民眾來填寫 現場不少的中部人都很擔心 國道服務區會不會成為 中部的防疫漏洞 走進清水服務區 要戴口罩量體溫 不過卻不用實聯制登記 打開衛福部機關署的網站 疫情警戒提升到第二級 公共場域要建立實聯制 服務區防疫措施卻還沒到位 服務區業者匆匆忙忙 拿出印製好的表格 要讓民眾填寫 防疫升級第二天中午過後 全台各大服務區 才正式開始實施實聯制 在這邊工作感覺就滿可怕的 就是有客人來去訓 你知道說到底是哪一個 對 因為疫情 休息站每個地方的人都會有 還是會擔心啊 北部地區本土疫情持續擴大 中部人很擔心 正南來北往的服務區 會有接觸者或是確診患者 穿梭其中 讓服務區變成防疫破口 還沒落實實聯制的服務區 還有南投 走進南投服務區美食廣場 這裡是公共場合同樣還沒有人員出面 要求民眾進行資料登記 落實實聯制 防疫措施實聯制部分 就是我們一切都會 從直管機關指示範理 那因為防疫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就是有啟動人流管制 早上我們在討論用什麼表格 什麼方式中 先用書面的方式去登記 疫情的變化加劇 許多公共場域都已經採取實聯制 服務區人員混雜 可得上緊發條 以免成了防疫破口 環環選的美女中大翔 趙玉光綜合報導